今天我们主要是谈Building 这一套投影片蛮大的 有一些内容 我想每一次我都会做一些修改 今天主要谈Building的部分 Prim Language的部分我们今天不谈 不过在谈Building之前有一个 你注册以后 大家就看到有一些Second Line 里面的规矩 这是我们说的它的宪法 Big Six Cardinal Rules 你当一个使用者 最要注意的东西 事实上任何虚拟事件 网络上基本礼貌 这几个我要讲一下 每一次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是 你在里面不能够 有歧视 不能够做任何的歧视 对人种或是各种性别 宗教这些歧视 不能够有 歧视的表现 不能够有这个 骚扰 那骚扰的话 骚扰有各种不同的 harassment 有各种不同的 有的时候不见得就是 我们常说 最难判断就是性骚扰 对不对 性骚扰到底是 骚扰还是什么 如果是 如果是这个 男女朋友或是夫妻的话 那可能他觉得 这个是一个情趣 对不对 如果是一个不认识人 或者只有单方有意思的话 那就是很严重的骚扰 所以这种 但主要怎么判断 让别人造 这不只是性骚扰 只要让人造成不舒服 那就是骚扰 所以你要多体谅 任何的互动 要体谅对方的 他的感受 那再来是 assault assault assault的话就是 我去侵犯 那侵犯呢 那侵犯别人的话 包含了我去pushing 我去推别人 或去这个 shooting 或是这个 做这一类的东西 那有 但有一部分是可以的 有像 像我们在洛克尔里面 洛克尔里面 我两个人百%就要对战嘛 我就是要 我就是要这个 打你 里面很多射击游戏 那这个 那是在那个地方 那所以他各地的各个不同区域里面有 有有特别都有 特别讲 有的地方你可以去做 有的地方不可以做 所以所以这些东西这个 那你要让他们感 感觉这个 不舒服 那通常你要让他们感觉不舒服 都是用什么东西做 用script 我们可以用script 来绑架别人 或者上个礼拜刚好 那个 ASN里面的CSI 事实上网路上也有了 那个 那个 电视里面都有 我不知道多少同学看过那个里面 CSI里面那个 Second Line那一集 这边有没有同学看过 全部都没有看过 我上次在播演的时候 有同学看过 那应该是不错 那有两集 他最后凶手被找到 那是要后面 下一季里面才有 那有看过就不错 那在Second Line里面 很多东西可以做 比如说 我们做ROBA 像我可以绑架你 或帮你复制 或者帮你做 做这个 我很多 我只要写script 但是上禮拜上课完 有个同学说 在里面死掉怎么办 那没有关系 你就出来嘛 重新lock in 又活了 那这个 可是你让别人死掉 你会让别人不舒服 那你在里面 事实上 有人抗议的时候 做个爆炸 做原子弹爆炸 那都产生particle effect 或者是 这系统crash 那就重开 就是这个 这些东西都是 但是基本上 我们把它当作 因为虚拟是要符合真实世界的 的这个原则 所以 所以不能在 基本上不要让别人 感觉到这个 miserable 或者被绑架了 或者用script 又不该用script 做些事情 因为里面有很多 上次讲过 有赌博 有色情 很多一大堆东西 那些东西都会 都会 要跟真实世界 要对照的 再下面一个很重要 dis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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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们在网路上 其实这个不止在secondline 一般使用网路的时候 你都通常要注意到 disculture的意思就是说 你把别人的这个information 给拿出来 我自己每个人都有隐私 你不认为是隐私 别人认为是隐私 所以说 那这个 你没有经过别人的允许 把 某别人的这个profile 或real life data 或是conversation 我们交谈的这个log 拿出来 那这些都是disculture 都是不对的 我们在谣言站上面 常常就看到很多同学 在disculture 但是有的是善意的 但是 基本上 你把别人的这个information disculture 拿出来 大概 有两样东西 是最不能拿出来的 绝对是隐私的 一个是健康资料 一个是成绩 在同学这个里面 就是成绩 我考试考多 考坏被当掉了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所以老师也不能把你的成绩 去给disculture出来 那有些同学 那有些同学 没有概念 就是觉得 无所谓啊 我这次被看不到30分 我居然有30分 我都没有看 又有30分 我把disculture出来 那我只能做白目 那这个 以后 你还不知道删掉 以后 以后等到你工作的时候 就被 被你的老板搜寻到以后 他就觉得 哇 这个人做话 做出这个 做 考得很不好 没有看 还在这边高兴 等等 他就会 disculture 任何的information 到公开的时候 都要做一个考量 不管是自己的 或者是别人 那基本上这边是指别人的 你要经过别人 前面的同意 再来是indecency 就不雅的动作了 就是这个 但除非你在 大家不雅是这个 在 你要做的话 在private land mature area 你在这个 还有成人的区域 或是 自然还有一个team的 team的grid 它有两个 三个蛋糕有两个grid 上次我们介绍过 一个是一般的grid 我们这个是一般的grid 那另外一个叫team grid team grid team grid 就是给这个 很像13岁到17岁吧 大概是这个 这个年纪的 可是那里面很多大人 是装成这个 小孩子在里面的 也有 所以这个 但anyway 就在 在那种地方上 绝对不能有这种 mature的 或是indecency 这个的动作 然后disturbing the peace 那这个很广 disturbing the peace 就是非常非常广益 就 譬如说像我们的 好几个area里面 都跟别人有接 有零接 接零到 那我种的树 超过别人家的时候 然后 事实上我就收到mail 通常都不是我 我的话有大 我都会注意到 但我们有同学 还有一个助教 他们常常会去做一些 重新调试 调试的时候 他把这树 弄到别人 那树根没有 在我们家 但是 但是他那个上面 上面树这个树叶 到别人的地方的时候呢 通常我都会收到一个mail 你的树叶 侵犯到我的 我的这个地方 他看起来是空空的 可是可是你 就你在天上也不能侵犯 在地面也不能侵犯 就 那这个 这是广义的 Disturbing a peace之一 然后很多很多了 在里面 里面 讲话很大声 在一个club里面 你这个 你在笑什么东西 那也是Disturbing a peace 声音上也是 或者你带了一个 一个这个script 发生很这个 很强效应的 或让别人的眼睛受不了 或让别人什么 都是Disturbing a peace 就这Disturbing a peace 有的时候是有心的 有的时候是无意的 但是你要注意到 这一盒叫Big Six 那 不只在三开发里面 在网路 那当然你有意的 有意的做出来那些东西 只要是有意的 或是 其实无意的也一样 那在 在真实世界不允许的 在那个里面呢 发生了以后 因为那里面就代表一个人 所以在里面都可以告你的 就是所有网路上面的东西都在 在真实世界不允许的 在网路上面就是不允许的 就是这个 这个 因为网路反正效果会更大 所以这个 当然这些 这有很多事情都还要 叹力都还没有 但基本上它都是可以 可以这个 等到法律的人 他们受到 这一类都接触到更多的时候 就会 这一类的 就会 慢慢就会呈现了 事实上法律的这个 在智慧财产权 在很多部分 现在已经比十年以前 进步很多了 这个guide line 都已经慢慢出来了 那早期是 是很多人都没有 没有这种概念 所以这个 这个是要先特别注意到 所以不能 尤其是不能够做 我特别再讲一下 尤其 偷窃跟这个 偷窃跟侵犯 这个跟网路安全有关 什么叫偷窃 就是说 别人 别人家没有上锁 你进去把东西拿走 那就叫偷窃 不是说他上锁了以后 他没上锁是他的错 像大家常常会做 做这个 hacking的动作的时候 常常说 这个他没有防范 我就进去了 那你进去 当然进去的目的是什么 进去的目的 如果是帮他维护 你是帮他做 做安全的考量 你帮他做这个渗透测试 你帮他做这个 那OK 那个是你帮他做服务 或者是你发现什么东西 发现有什么问题 你去告诉他 那这个 这个是OK的 可是你进去以后 你去 拿他的information 然后再来 你去做其他应用 拿去卖 或拿去看 或拿去借他 借这个information去做 做其他的事情 那这样的话呢 那就是偷窃 那没有其他的 那就是偷窃 就是犯法了 所以不管在网路上 和实体世界 都是一模一样 所以这个 所以智慧产权权的东西 也是 你copy别的东西 那这个 他没有锁 他没有 那都不对 这个 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 这在网路 不只是虚拟世界 那这里大家就是 很快参考一下 这个Second Line General Fee 它怎么收钱 像同学都不用收钱 大部分的账号 是这个样子 那上课 我稍微check一下 这个 现在1800万个账号 那有付钱的 我忘记 我又忘了 比例是多少 但是大概 上课的里面看 最高上限的 大概是5万多 其实是8万多